好 好 我听说了 那个萧綦 真的把忽兰王的人头给砍下来了 而且还送到朝堂上了 还杀人不眨眼啊 对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 这几日 萧綦也该到了 找机会 我也要去见识见识这个大将军 好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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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诸位 不知萧将军此次回京 这剩上风赏 你们说会不会赏他个世家千金哪 进口车 那是什么呀 这天下无二的大英雄 我觉得只有上阳郡主才配得上他 你们好好听戏就算了 扯人家上阳郡主进来干什么 那个三头六臂的 萧綦 象棋李渔棋的 你这个小姑娘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肖将军赫赫威名 怎么能如此无礼 怎么了 他让说话客气一点 就 就 就算是肖将军在这儿我也这么说 谁让你们随意攀扯上阳郡主的 人家上阳郡主 他 倾国倾城 岂是凡夫俗子可以妄想的 要配也得是天底下最好的男子 才配得上他 姑娘见过萧綦本人吗 当然见过了 就是那三头六臂呗 你笑什么 阿伟 圣妹顽劣 失礼了 公主 母妇 走吧 我不走 走啦 我还要看呢 走啦 这两个人不像是兄妹 倒像是一对情侣 你说 我要是真有三头六臂 该多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